你 靳怡 大人 何也在楼上 李生气 你又迟到了 是他 请坐 李兄 多日不见 别来无恙 很好 这位 莫非就是 神捕司新招入的女捕头 是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是 喝酒 你请我们来 所为何事 叙叙旧情 顺便看看 这位新女捕 你知道 我的好奇心一向很重 另外能入你法眼的女捕头 定有过人之处吧 你何时这么关心 我们神捕司的事情 李兄 我这是关心你 自从你伤好之后 似乎刻意与我疏远 小弟几次相约 你的故作推辞 像是 变了一个人一样 衙门事不繁忙 并非有意推辞 那便好 我还以为 神捕司统领 被人调包了呢 等等等等 李兄 请您 请您 这种反秦之术 京城之中 也就只有你里程器用的炉火纯青 不过有一点不好 就是你太小气 也不肯交给我 你太笨了 学不会 你 君子动口不动手 咱们饮酒 一醉放消 李兄 你的手下怎么跟你一样 喜欢板着脸啊 来来来来 坐下 一起喝酒 我不上饮酒 好 那我自己喝 侯爷 发生了什么事 是沈捕司的人 沈捕司 你的人 来仙云楼做什么 做什么你心里清楚 什么意思 沈捕司最近在办一件大案 而你又恰巧约我们在这儿 地点精确无比 巧合吗 我只想要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立功的机会 我虽贵为高陵侯 却无官无职 整日游手好闲 空虚得很啊 你想要官职 一张奏章即可 不错 不过太无聊的官我不想做 太累人的官我也没有兴趣 只有一个地方合我心意 那便是你的沈捕司 既有趣又威妨 干活不累 沈捕司 不是什么人想进就能进的 那如果我向你提供破案线索呢 算不算立功 沈捕司不会和任何人做交易 这不是交易 这是为了证明我有进入沈捕司的能力 没有你 沈捕司一样能破案 立成器 算我求你了 论茶言观色 本侯爷在京城无人能及 那吴六 混在仙云楼众多豪贵之中 实在嫌疑 出于好奇 本侯爷便时常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发现他每次来此 都会在听完曲后偷偷去一个地方 仙云楼的账房 后来我派人调查他的身份 知道他是吴平的吴管家 心生疑虑 直到吴平莫名身亡 我便肯定这是一桩大案 我的机会来了 大人 你怎么来了 把账房钥匙交出来 慢着 东家 李晨夕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 会得罪很多人 我只做我该做之事 如有得罪 那便得罪吧 数字猖狂 本将军教训教训你 小小不快 不自量力 您یں 静 folk 来人 殺 别动 阻挠办案 伤我下属 我管你是什么 护不尚属 误为将军 一律下我身不死大狱 押下去 李承弃 你敢 快走 走 岂有此理 心里的 走 你给我等着 你 卫青 在 继续搜查查房 走 两个月 苍 一 Four 二 二 팀 二 二 二 三 basically 忍着点 其实你无需为我挡劫 方才一时亲切 以为 以为什么 没什么 统林大人武功不凡 必不会被案件锁伤 属下一不可及 下不为例 以后不要这样 大人 替你上药而已 不必劳烦大人 属下让香儿来就行了 小事而已 那劳烦大人了 李同龄简直太帅了 长得好看 武功不凡 为人正直刚硬 最主要的是 对下属爱护有加 简直是全天下 最有魅力的男人了 小姐 小姐 你怎么了 小姐 你的腰 小姐 小姐 小姐